这个时代的变化也在不断地随着变化 比如说以前我们做的就是资助女同学的 但是现在国家已经灭了 我们就开始向其他的方向发展了 这是已经在用我们的话来说 就是用江总书记的话就是与时俱进吧 与时俱进了 这是变化了 这样的方法在我们的教学中很适用 很受学的欢迎 老师自己也教得很轻松 老师在游戏中也可以成为学生的伙伴 成为学生的朋友 然后学生也像自己的小妹妹 这些一样的在和自己没有一个格吧 没有一个格模吧 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格模 很轻松的 很愉悦的环境里学习英语 我们最近开始是在12个村支持女孩上学 后来临村的知道了 也来申请希望我们支持他们俩的女孩上学 结果临线的听到了 也来申请 以后后来别的省听到了 比如说是广西和云南 也来申请支持女孩上学 我们才发现 在中国一些贫困的农村 尤其少数民族地区 女孩子不能上学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那志根支持这个女孩上学以后 我们本来是想去 就是六年 能够到她小学毕业 可是很多孩子小学毕业以后 要进初中 进初中的时候 还是交不起费用 那我们就开始 又延长了我们的支持 就是支持他们一直到初中 初中毕业以后 有一部分的孩子考上了高中 那女孩子能够进高中 是非常非常困难和少的 所以我们大家决定 还是继续支持他们上高中 高中的一部分毕业以后 有的就进了大学 考上了大学 那我们就在继续支持他们上大学 就是这样子 一批一批的孩子 从小学到初中 到高中到大学 一年一年都过去了 孩子一年一年都长大了 就这样子二十年都过去了 那很多孩子从初中毕业 已经变成村里面 有知识的农民 有的孩子上了高中 然后进了大学 回来变成村里面的 第一个卫生员 也有的女孩子 出去以后回来 进了师范学校 变成村里面的 第一个女老师 现在他们变成 发展他们家乡里面的 最主要的生理军 比如说杨俊芬 她是村里面的第一个 出去念了这个卫校 然后回来以后 变成村里的第一个女卫生员 以前在村里 是没有一个卫生员的 那比如说这个杨燕英 她是村里面 刚刚上学的时候 她教了 已经14岁了 才上小学一年级 现在刚刚大学毕业 已经30岁了 她非常的骄傲 她说她是村里面 第一个年龄 这么大的念小学 而并且是村里 第一个能够上到 大学毕业的 现在也回到她的家乡 希望能够找到 教书的工作 再说就是杨贤芝 杨贤芝她那个时候 只跟开始 这项目的时候 她已经快要17岁了 所以她没有机会 再能够上学 她还是个文盲 可是因为很多女孩 都能够念书 对她也是非常大的激励 杨贤芝虽然不能够认得志 但是她自己也说 她说她现在感觉到 她自己能够在村里 变成一个领导 组织妇女小组 组织妇女绣花 让她看到男人不再怕 更有自信 我想能够女孩子受到教育 是一个最重要的 父权的一个行动 使得无论是你受过教育的 还是在村里的妇女 能够感觉她们自己 是自己的主人 而是能够在乡村发展里面 起得她们最大的贡献 志重知识 女孩上学以后 每一年都有一些 志根的会员 到中国去 或者是去做生意 或者是去讲学 或者去旅游 然后拿出一些时间出来 自费的就到这些村寨 同样的 她们也是爬山 过河 过桥 涉水 然后到了村里以后 住在村民的家 或者是住在学校 尽量利用所有的时间 尽量利用所有的时间 能够跟家长 能够跟学生 能够跟村民交流 了解他们的需要 了解他们的困难 久了以后 村里的需要 好像就变成了 我们会员的需要 就变成了我们的困难 真是就是感觉到 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的 而我自己 也是这样子 从第一年开始 走到方向 以后12年 每一年都回来 每一年再走出去 一直到通了车 后来通车以后 还继续到那去 到现在已经是20年了 从经营上来说 从轮山县的12个村开始 逐渐扩充 到现在已经是在贵州省 然后在广西 然后在山西 然后在河北 在中国有9个省 里面的27个县里面的 将近200条村 和200多个学校 中间有100个村里面的 所有的女孩 都是志文支持的 支持的有20年最长的 有15年的 有10年的 我想这是一个 共同成长的故事 志根支持的对象 内容 地区 助年扩充 而志根所支持的孩子 一年一年的长大 而志根参与的人员 也是人变得 五湖四海 同时每一个参与的人 在自己的生命里面 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 共同成长的 20年的志根的经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志根二十年 走了很多路 跟不少的农村合作 做项目 也支持了非常多的学生上学 那在学生里面呢 有很多 已经在外面工作 也有不少回到他们的村里面 成为村里面的栋梁 所以呢 现在 来说 跟张来呢 他们就是我们合作的伙伴 志根在支持 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里面 我们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志根从来是一个支持者 我们是支持当地 他们的困难和他们的需要 我们在中间是做一个支持者 而不是一个主要的推动者 那志根的会员 或者志根的工作人员 在到村里面去 和村民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提倡的是一个 平等 尊重 和参与的精神 我们在当地 了解他们的需要 和他们共同合作 和他们 共同地来探讨 怎么去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 我觉得在过程里面 我们很多人 学的 比我们所给予的 还更多 就由我自己来说好了 我在村里 以前对农村不了解 但是因为这样 增加了非常多的了解 并且还有 能够知道什么是贫困 让我最觉得感动的 就是我在中国的农村 我看到农民 这么辛苦的工作 这么样的勤劳 他们这么样的有智慧 可是他们有他们的至尊 让我们不但不会觉得 他们贫困而看不起 反而让我们觉得 更尊重他们 这是让我学到的 怎么去尊重 一个所谓的贫困的人民 这二十年的经验 更让我深深地体会到 什么是以人为中心 什么是可持续的发展 并且认为是一个 以人为中心的 每一个人基本的需要 能够到够保证 一个发展 是跟自己社区相结合 是能够跟自然相结合 像这样的一个发展 才能够维持 人最基本的尊严的生活 才能够上一个乡村 能够是平衡地去发展 我想这样一个未来的社会 就是大家所向往的社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音乐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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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